你在蹦迪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拼命地往你身上蹭 你会怎么办 我为什么要去蹦迪呢 夜宵谁来做呢 衣服谁来洗呢 谁来陪你呢 那我素颜好看还是化妆好看 素颜显年轻 化妆更懂人 那我在你心中排第几呀 你在我心中当然排第一呀 那第二是谁 第三又是谁 我为什么在你心中排第一名 我难道不是你心中的唯一吗 又误会了 第二名是未来的你 第三名是过去的你 这臭脾气是谁给你惯的 原来是我自己惯的 但是说实话 像你这样的女生 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我都放在心里 没有在最好的时光遇到你 感到惋惜 但是遇见你的我才发现 从遇见你开始的时候 那段才是最美好的时光 从那开始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团白哥报报 抖音千万网红 取霸王女友记门 高求生育 土味情话 夺四亿个赞 来你也用三句话激怒 你为什么要找女人呀 我不玩 成功了给你换个新车 一言为定 来开始吧 我前你有 别来这种老梗 真没进换一个 那我认真了 行 你知道我为什么只听你吗 废话 因为我是你老婆 不 因为别人不让 来 有点感觉了 继续 行 那你让我脑补一下 我和别人亲嘴时候的画面 那你买个小 去吧 我撑住 四川网红 高则宇和丸子 陈丽妍 2017年相识 2019交往以来 一天到晚 嚼舌根耍嘴皮 掳获1200多万个粉丝 累积4亿个赞 我真的觉得 我这个人太拖延了 你知道我有多拖延吗 有多拖延 待会再告诉我 你知道吗 这世界上有两种名语 第一种是 记性不好的 另一种呢 另一种 不浪漫 这世界上有两种人最讨厌 你知道是哪两种人吗 哪两种 第一种 说话只说一半 确实 我也觉得那种人挺杀人的 那第二种呢 当你每次耍我的事 我从来没有责备过你 也没有埋怨过你 我只是责备我自己 为什么只有一个男人 我是真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扑扑通通的正常的男人 行行了别吵了 我知道 而不是我这种正直阳光普质帅气 也不全方乐观 更没有提我的坚强欲挺拔的完美男人 说三遍有有有 有有有 再说三遍有有有 有有有 你和猪有没有区别 没有 再来 你是猪吗 不是 像不像猪 不像 如不如猪 不如 你能不能灵气一点扔啊 扔到外面多脏啊 是个人都能扔进去吧 行 你等着 来 来 继续 你就屁子的认真 再来 来 继续 王冠 必须听我的 以后人拉机像这样走近了 扔 3 2 1 很轻松 我不要这样 你穿着没劲吗 这是电视 这是近视 这是你的女朋友来姨妈 还疼着呢 滚看啊 别没事找事 这是发际线 这是网线 这是挑战她的底线 然后命悬一线 他俩最好看的段子 几乎都是男友 为了求生吐出来的土味情话 你在蹦堤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 拼命地往你上上蹭 你会怎么办 我为什么要去蹦堤呢 夜宵谁来做呢 衣服谁来洗呢 谁来陪你呢 那我素颜好看 还是化妆好看 咳 素颜显年轻 化妆更懂人 那我在你心中排第几啊 你在我心中当然排第一啊 那第二是谁 第三又是谁 我为什么在你心中排第一名 我难道不是你心中的唯一吗 嗨 又误会了 第二名是未来的你 第三名是过去的你 这臭脾气是谁给你灌的 哎 原来是我自己灌的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样的女生 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我都放在心里 没有在最好的时光遇到你 感到惋惜 但是遇见你的我才发现 从遇见你开始的时候 那段才是最美好的时光 从那开始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他们如愿照计划交往了三年就结婚 以后还有的吵了呢 三里娱乐新闻要幸福报道